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 我是古济柔 朝鲜中央通讯社周二报道 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 宁边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 韩联社说朝鲜做出的决定 违背了六方会谈的协议 朝鲜重启石墨减速反应堆 意味着朝鲜可以从废弃燃料棒中提取布 而布是制造原子弹的材料 对此中国表示对朝鲜的举动表示遗憾 针对朝鲜的举动 韩国召开安全会议商讨对策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美国将一艘能够击落弹道导弹的军舰 部署在朝鲜半岛附近 中国江苏省卫生厅4月2号发出了通报 证实在江苏出现了4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的病例 使目前在中国出现的 H7N9病毒感染病例至少有7例 江苏省卫生厅通报列出的 一男三女共4名患者 患病的时间非常接近 分别在3月19号 20号和21号这三天之内 出现发热 头晕和咳嗽等症状 通报用同样的语言 描述了这4位患者的状况 那就是目前患者病情严重 正在全力抢救 这4名患者当中 包括在南京市江宁区 从事活勤宰杀工作的 一位45岁女性 与此同时 北京卫生局说 针对H7N9病毒的检测试剂 2日已经到了北京 北京市已经将H7N9病毒 纳入北京市流感和不明原因 肺炎监测体系 维权网报道 4月1号下午 在北京的11名盟冤警察 赵红颜等人来到中纪委 向纪委领导举报 各地政府官员腐败违法的情形 当赵红颜走到中纪委门外路边时 一辆辽OA2868黑色金杯商务车中 忽然跑出了4名沈阳市公安局的解放警察 将赵红颜拦截 强行向他推上商务车 一阵殴打后 试图开车将赵红颜带走 在现场的10名蒙冤警察见状 立刻冲上前 从车上救下了被殴打 导致脚骨折的赵红颜 将赵红颜送入北京展览路医院治疗 4名沈阳市公安局的解放警察 当场丢下了车 溜之打击 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扩大扶贫政策 却肥了各地贪官 根据中国检察机关统计 中国去年就有人民币27.7亿元 旧贫款被贪官给捂走 这还是已经曝光的冰山一角 面对这种情形 中国官媒星期二报道 官方试图以制度防控 凯优行为 该报道指出 按照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全年收入低于人民币2300元的贫困标准 中国有超过1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由于各地扶贫力度不断加大 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扶贫、社会救济等民生领域 正逐渐成为腐败依法区域 出现了挤占挪用、贪污、私奔救助款 扶贫款等等现象 根据检察机关的统计 去年1月到11月 查办涉及农民救济领域贪污贿赂案件 达到9612件 由14517人 涉案金额达人民币27.7亿元 美国洛杉矶警方日前大动作取缔 胡罩经营月子中心 绝大多数由华人经营的业者 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 而是把产妇、孕妇、妻身地点从独栋豪宅前往郊区旅馆 为当地的摄影业者和租车公司带来新的商机 据报道 面对警方加强取缔和居民主动检举 共同拉起打击非法的防线 来自境外的孕妇们仍然挺身闯关 住进业者改变经营形态的月子旅馆 在洛杉矶的华人指出 月子中心被警方取缔的原因 是他们藏身在住宅区里面 住宅区依法不做商业经营之用 现在业者都已经迁入旅馆 旅馆本来属于合法经营 月子中心业者就以旅馆的合法性为自己掩护 中国大陆近来在南海及周边区域 接连举行实弹射击 以及登船领检演习 台湾外交部官员表示 这样的举措既不友善 也容易引发冲突 那个大使请教一下 朱大使刚刚在那个声明里面提到说 反面反对任何片面危害稳定的 危害稳定的举措 那4月1号 就那个中国的南海舰队 在那个菲律宾与北 他不在南海 但是在接近的地方 其实大概就是昨天 就有一场实弹演习 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实弹演习 这是关于南海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前一阵子这个中国也在 也在南海实施了一些 做了一些演习 包括譬如说对船只的登检 就是登船检查 那因为南海是我们宣称 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他在我们的领土上实施登船检查 我们怎么看待 我们希望是透过一个和平的机制 共同各自争议 然后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模式来处理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各种状况 我们原则上也是在这个基调之下 就是我接续那个苹果同业的问题 就是我想请教一个背景 就是说因为今天南海 对南海主张主权的国家很多 中华民国中国大陆 菲律宾越南 就在中国之前 有没有包括我们在内其他国家 在争议海域里面 去登检过别人的船只 或是行使过这个权利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中国这个行为算不算是改变现状 那么就我们资讯的了解 登检这个营检的这个措施 是一个不友善的行为 那么会曾发生过 在我们的团队上面 任何国家都没有 那据我们的了解也没有 那如果这个行为发生的话 这可能也发到一个提升并进一步的冲突 所以我们也不预期 也不希望各国有这一个去做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特联播节目 我是古七柔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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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